丙禧不排除洩漏後 沿下水道流經時遇火花 引發多處大爆炸 目前未知死傷者中有否香港人 而本港入境處 已經即時透過本港的台灣經貿辦了解情況 至今未接獲港人求助 會保持聯繫留意事態發展 楊嘉玲報導 有閉路電視拍攝到 高雄市前鎮區爆炸發生的一刻 爆炸威力驚人引發大火 連消防車都炸回 當局派出多名消防在多處爆炸地點救援 而爆炸亦都在多處發生 三多街一帶的路面被炸開 有電線干損位附近一帶停電 不少民居倒塌 消防加緊在雅力中搜救生患者 有民眾指爆炸地區好像戰場一樣 民眾非常恐慌四處走避 有民眾開車去到十字路口的時候 路面突然爆炸下陷 他們立即轉向希望駛去安全的地方 但周圍不斷傳出爆炸聲 和有火蝕霧出 高雄昨晚大約九點發生氣體洩漏 有民眾指在區內多處有白煙霧出 又聞到濃烈的燃氣味道 消防人員到場噴灑水墓戒備 但一直沒有找到洩漏的原因 其後去到午夜的時候 在前鎮區多處先後發生爆炸 包括中山路、民權路以及三多路等 不排除氣體是沿水渠迅速擴散到方圓兩公里以外 台灣約500名軍人 以及台南、屏東等地的消防人員 全部出動增援 高雄市長陳菊到現場指揮救援工作 呼籲民眾盡快離開現場 又表示經聯絡氣體供應商切斷供氣 又呼籲民眾不要生火烹飾 馬英九總統指示行政院等有關部門 要全力搶救、查明氣體洩漏的原因 因應救災行動 當局已經將前鎮區多處 包括二姓、光華、英明以及海船等道路 列為境界區並疏散區內所有民眾 受氣體洩漏引發爆炸影響 前鎮區和寧雅區今日將會停工停貨 亞洲電視記者楊嘉玲報導 爆炸現場到現在還未解封 馬路下陷令多架消防車被困 當局出動重景機器協助救援 位於海船路和二姓路的火勢 焚燒一晚仍未夠熄 在地上不斷有火洩和濃煙無出 消防繼續射水灌溝 牽場損毀嚴重滿目倉儀 整條馬路下陷大約一層扭深 多部車陷入深坑內 包括多架消防車 士兵和重景機器加緊挖掘 希望救出被棍的民眾 防災中心說 初步相信洩漏的氣體是秉蓋 但洩漏的原因有待調查 受試過影響區內有過萬戶停電 轉體下 在烏克蘭懷疑被擊落的馬航客機 荷蘭和澳洲的調查人員 抵捕當地近一星期以來 首次到現場搜證 烏克蘭國會通過 被荷蘭和澳洲派遣過千人到現場 保護調查人員的安全 葉啟聰報道 妖嬌多日 來自荷蘭和澳洲的調查員 終於在烏克蘭軍保護下 順利到達烏克蘭東部 遁涅池克的失事現場 過去一直受烏克蘭政府軍 和親俄武裝在現場附近的戰事影響 而未能到現場全面展開調查 為安全起見 烏克蘭國會同意 荷蘭和澳洲派遣約 950名武裝和非武裝人員 保護調查人員安全 而烏克蘭、俄羅斯、親俄武裝 以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的代表 在白俄羅斯舉行會議 也取得成果 烏克蘭代總理格羅伊斯曼宣布 各方同意在現場設立安全通道 以便調查人員通往現場 同時宣布 同親俄武裝會應聯合國要求 停火一日以便專家展開調查 俄羅斯的航空專家 亦抵達烏克蘭 但能否獲得烏克蘭批獎 到現場協助 亞洲電視記者葉啟聰報道 在西非爆發的伊波拉疫情 有蔓延跡象 死亡人數增加至大約730人 確診病例多達1300多宗 世衛組織宣布 撥一億美元 應對西非伊波拉疫情 葉啟聰再報道 期末 感谢观看